周样和贫困生的我告白时 他的青梅站在一旁笑我 他脚下那双限量款都够你一年生活费了 你该不会真信这种玩笑吧 我的确信了 那时的我没有意识到 我和周样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直到青梅丢了手链 周样和所有人一起 将嘲讽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他嗓音讥讽 缺钱 开口告诉我一声就行了 何必呢 我红了眼 攥着袖口的手止不住的抖 转学时 我拉黑了周样所有的联系方式 走得悄无声息 可没想到 向来高高在上的周样 找了我整整七年 体育课后 笑话白芝丢了他那条价值不菲的手链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带人翻遍了我的书包 我到时桌上一片狼藉 他凑在周样身边撒娇 哎呀 桑婉是你女朋友 你让他把手链还给我呗 周样和白芝自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谁都知道周样对他很不一样 就连我也不得不承认 很多时候 他和白芝之间更有话题 他们凑在一起 讨论那些名牌限量款的话题时 我永远都插不上话 可这次周样却没有急着接他的话 他安安静静收拾干净我的桌子后 才抬眼看他 语气轻飘飘的 却没否认 什么手链 我再给你买一条就是 班被瞬间炸开天 猜疑的话一句比一句过火 什么意思 真是班长 不是没可能 谁不知道他是年纪出名的贫困生 而且体育课只有他中途回了教室 那手链转手卖了 够咱们班长半年生活费了吧 哎 听说他爸当年就是因为偷东西被人打断了腿 我将在门口 像被人兜头浇了盆冰水 浑身凉得彻底 我从不知道 人前礼礼貌貌喊我班长的人 会在背后这样评价我 这时候不知道谁忽然喊了一声 班长 气氛猛然凝固 无数目光朝门口看过来 明明什么都没做 无端生出来的难堪和窘迫 却几乎把我淹没 我揪着袖口 看到周样也转头看了过来 大概是错觉 我似乎从他眼底 看到了一闪而过的潮意 我开口的解释 没人在意 甚至越解释 大家看我的目光越怪异 算了 白芝嗓音轻轻柔柔地开口 我也不缺这条手链 白芝大方帝告诉大家 大概是他不小心弄丢了 这件事就算了 可不想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泼脏水 在白芝转身时 我一把抓住了他 要带他去调监控 白芝歪头看我 眼神却依偎深长 我想过白芝会拒绝 可万万没想到 拦我的会是周样 他轻轻摸了摸我的头 好了晚晚 没事了 从前我难过的时候 周样总会这样喊我 压下去的委屈 被这轻轻的两个字喊出来 我没拿 我仰头看着他 声音哽咽 我爸来给我送饭 我体育课临时回教室 是为了放盒饭 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回教室放红烧肉 那是我爸特意做完送来的 他说今天是我生日 要吃点好的 可周样似乎并不在意我说了什么 他说不重要 无论我做了什么 他都能替我解决 可为什么不重要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名声对一个人多重要 周样真的不知道吗 我坚持要调监控 一直拦我的周样 彻底没了耐心 他忽然松开手 在我面前笑了一声 那笑声又低又冷 我终于察觉不对 一点一点抬头 对上他的视线 我看到他脸上的笑 我看到他望过来的眼底 带着和所有人一样的 遮掩不住的潮意 差不多别演了吧 真的没拿吗 他嗓音讥讽 我记得前几天你说 最近很缺钱 还有教室的监控就昨天坏了 桑婉 你真的不知道 大脑嗡的一声长鸣 不知怎么 在这刻 我突然想起 白芝曾经和我说的话 他说 你还是不明白 你和阿样 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从前我不明白 在这一刻 我忽然懂了 众星捧月长大的公子哥周样 骨子里刻满了对穷人的偏见 同见事下 他会毫不犹豫地相信 和他同一圈子的白芝 周样比谁都知道 名声有多重要 他只是从一开始 就没信我 急促的铃声响起 和白芝的笑混在一起 混乱中 不知道谁碰了桌子 我仓皇转头 眼睁睁看着那份红烧肉 从桌上掉了下来 饭洒了一地 油润的肉滚了两滚 停在了我脚底 沾满了灰尘纸屑 我呆愣愣地盯着 忽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脑海里最后一根紧绷的弦 猛地断了 耳旁周样的话还在继续 他说 你缺钱 告诉我一声就行了 何必呢 我却再也听不下去了 闭上眼 猛地推了他一把 在抬头时 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 周样 我家是穷 可我不会偷 秋雨落在身上透骨的凉 我抱着饭盒 坐在操场的台阶上 一声不吭地吃 其实并没剩多少 都撒完了 周样撑伞找了过来 他语气压着怒意 你到底在乱跑什么 这饭就别吃了 不嫌脏吗 三碗 听到没有 不就是一份红烧肉 至于吗 我再去给你打一份 周样很少对我发脾气 按照平时 我肯定已经张牙舞爪地扑上去 打到他求饶 可现在我只想安静地 把这份饭吃完 我捏着饭盒不肯松手 也不肯和他共撑一把伞 周样慢一步 我就抱着饭盒 往一旁挪一步 你夺我 他那张脸上 难得地空白了一瞬 进了一秒 周样撑着伞 后退了一步 伞罩在我头顶 他整个人淋在雨里 沉默地看着我 吃到最后一口时 雨很大了 周样开了口 手练的是 我会不用麻烦 我打断他的话 我自己会解决 我说了我会帮你 周样的语调带着不解 你解决 靠你那生活费怎么解决 听到这 我其实想笑 可我实在笑不出来 随你怎么想吧 我仔仔细细 收好饭盒后 起身往回走 周样的声音融在雨里 我似乎听到 他喊了我的名字 可我没有回头 那天后 周样没再来过学校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 白芝放弃追究 可那些传言却没有停止 老师推了推鼻梁上 那副眼镜 严肃地告诉我 这件事 他一定会调查到底 回到教室时 有人看到我 下意识将钱包 往自己课桌里塞了塞 我愣在原地 鼻尖酸涩难受 我拼命学习 考到了这所高中 本座年级第一 却从没想过 会有被人当贼一样 防着的一天 开家长会这天 我看到大老远 就有人指着校门口 我爸的背影笑 他们的声音 断断续续传来 雷那个是不是 七班桑碗的爸爸 听说那条腿就是偷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吗 桑碗不也是拿了 白芝的手链 冷风中 我看到我爸的身影 猛地震住了 我第一次在我爸面前 不敢抬头 流言蜚语很可怕 那些无声的眼神 落在身上 像是一刀刀的凌迟 那是我最煎熬的一天 回到家后 我爸一声不吭地 抽了半晚上的烟 我哭着和他说 我没偷别人手练 你教我的 我都一直记着 我爸没有埋怨 也没有追问 他只是在很久很久后 难过地问我 是不是因为爸才被冤枉 阴影里 我看到我爸朝我笑了一下 对不起啊小婉 他嗓音干涩 让你也跟着我抬不起头 他想我坦白当年的事 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我是爸捡来的孩子 爸没本事 又恰巧你生了一场大病 那年东拼西凑 就是差那么一千块的救命钱 我看到我爸陷入回忆里 眼底是多年 都没能消融的痛苦 爸实在没办法了 可做了就是做了 底线一旦破了 耻辱就永远钉进骨髓里 这辈子都甩不掉了 我爸的声音越来越小 融在夜风里 最后 不知道他在问我 还是在问自己 他说 如果当年不是他这种人 把我捡回来 我的生活会不会比现在好很多 我爸的病忽然加重了 我绷紧了神经 请了假 哪都不想去 就守在医院里 中午买饭回来时 却在病房门口看到了白芝 我正在原地 心秃秃的跳 白芝和我爸见过面滴 和周样一起 在我爸的炒饭摊前 具体我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 当时他带着天真又嫌弃的语调问我 这种路边摊脏兮兮的 怎么吃得下去 你吃得下 还非要勉强阿样陪你一起吃下去吗 我看到周样吃了一口 好看的眉头皱了起来 寒风凛冽 他愣愣看着这帮公子哥大小姐 当晚我和周样大吵了一架 回过神 我戒备盯着白芝 你又想做什么 白芝笑应看我 三万你缺钱早说啊 病怎么能耽搁呢 大家同学一场 我和阿样不会袖手旁观的 说着他递给我一张卡 什么意思 叔叔的病 我知道有家很不错的医院 我介绍你过去啊 不过那城市离这里好远 来回奔波会很累吧 充满消毒水味道的走廊 安安静静的 我和白芝对视了很久 他突然又问我 你知道阿样最近 为什么都没去学校吗 因为他觉得丢人啊 他那种心高气傲的脾气 你应该比我了解吧 所以今天才会是我独自来见你 白芝的嗓音又柔又软 像密密麻麻的软针 一股脑扎进我心口 泛起一阵接一阵的痛感 我睫毛颤了颤 病房内我爸的咳嗽声 断断续续 犹如一生生的催命鼓 在那刻 我忽然觉得眼前一切都化为云烟 烟雾散开 只剩下这张救命卡 我需要这笔钱 我将它用力攥在手心 谢谢 我很快会办理转学 陪爸看病 这笔钱我会还你 不过需要一点时间 白芝吃笑道 谁需要 再见 转学的事 我没告诉任何人 就在一个普通的下午 我们彻底离开了这座城市 换了医院后 我爸的状态 渐渐比以前好了很多 转学后的高中学习紧张 我在医院和租房两头跑 但好在我基础扎实 并没有退步 我爸的状态渐恢复起来 大学后 我又兼职学校两头跑 留下的卡号 每月按时还一部分 直到工作两年后才还清 一晃七年时间 我没想过还能和周样碰面 以至于重逢时 我猝不及防 那是被大学同学宋玲玲 扯过去的一场 富二代圈子的聚会 个个都是富家少爷千金 其实我不太想去 宋玲玲一边补妆 一边劝我 笨哪 这种局 要不是我那富二代男友 我们还进不去呢 但你见见世面 纯蹭饭也不亏呀 保不准以你的模样 能勾搭个高富帅呢 就当是陪我去一会嘛 拜托拜托 宋玲玲是我的大学室友 毕业后的同学 断联得差不多了 和她倒是保持着联系 她嘴上浮夸了点 但人不坏 我推脱不掉 只能硬了下来 推门尽会所时 奢华气息扑面而来 如宋玲玲所说 这种场合 还真不是我们这种普通人 随便来消费的地方 纯蹭饭确实也不错 直到进包厢前 我都这样想 可推门那刻 我一眼在人群里 看到了白只 她和七年前变化很大 褪去了年少青涩 举手投足 都是优雅性感 我没想到 会在这里再次碰到她 白只显然也没想到 甚至失手碰洒了酒杯 包厢内热热闹闹 宋玲玲将我推了进去 不少人起哄着 要她介绍 白只盯着我 慢条思理的笑 老同学 我熟啊 起哄声瞬间此起彼伏 老熟人 知大小节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是得好好介绍 白只靠在一背上 若有所思 我们隔着人群对视 她苦恼地问我 你说我是从你偷我手链的事 开始介绍呢 还是你的名字呢 一语落 火热的包厢瞬间安静下来 最初起哄的人笑容凝固 看我的神色多了几分怪异 紧接着 各种注视打量落在我身上 七年前的场景 恍若重现在眼前 白只依旧挂着笑 宋玲玲瞬间冒了火 说什么呢 别血口喷人啊 桑婉不是这样的人 白只瞧着我 你自己问她是不是 她手指搭在桌檐一下下敲着 那是焦躁的表现 我的目光落在她身旁空出的座位上 中间的位置 大概是这场局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白只很明显地想要在这人来之前 把我赶走 我笑着看她 你在紧张啊 白只眼里的笑意瞬间淡了下来 不论是七年前还是现在 我的答案都不会变 我桑婉从不会做这种事 还有 七年前那条手链 我仔细瞧着她的神色 你真的丢了吗 我没有等到白只的回答 因为不等她开口 包厢的门忽然开了 寂静一片 白只盯着门口 线精准地落在我身上 我扯起宋玲玲往外走 擦尖过时 忽然被人攥住了手腕 不吃饭再走吗 不了 手腕上的手指下意识收紧了些 周样似乎笑了一声 没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没有 好 周样松了手 包厢的门关了 走廊一片寂静 我挽着宋玲玲继续往前走 走到门口时 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道脚步声 下雨了 周样追上来 又重新拉住了我手腕 我送你们 送玲玲探头往外看 地面湿漉漉一片 果不其然在落雨 吹来的凉风让她色缩了下 我睁开手腕 没有看她 不用 我打了车 等我 周样没有给我说完的时间 撑伞步入雨中 很快 一辆黑色宾利缓缓停在门口 我叹了口气 终于抬头和她对上视线 周样已从当年懒散的少年 蜕变成如今气质沉稳的模样 时隔七年 学生时代那点差距 如今更是被无限放大了 单单周样手腕上那只腕表 就足够大多数普通人奋斗许多年 这种鸿沟 不是努力读书拼命工作就能越过的 我打了车 我有些疲惫的重复 周样没有接话 她打开副驾车门后 站在门前静静看我 大有一种 我不上车就不肯罢休的味道 很难相信 当年因为觉得 我丢人不惜逃课一周的人 如今会在大庭广众下 偏执的要送我回家 僵持片刻 我打的车已经到了 宋玲玲冷得很 率先上了车 我刚迈了一步 周样就忽然拦住了我 你是不是忘了 她嗓音很轻 神色终于认真地望着我 当年 我们没有分手 当年 这个词太久远了 我在冷风中吸了吸鼻子 也认真问她 那要我现在补充吗 周样正在原地 她还想再说什么 白芝忽然推门走了出来 看到我和周样 她脸色猛地苍白了一瞬 哎呀 白芝走过来 不动声色地站在 我和周样中间 大家都在等你聊聊 我们两家联姻的事呢 白芝和周样说话时的语调 一直没变 总是在尾音时 带着一股撒娇的意味 周样被拦住 我趁空上车关了门 周样似乎对她说了什么 但落索时 将一切声音都隔绝在了门外 我收回目光 在安静中 有些嘲讽的笑了一声 车子刚发动 憋了半声 宋玲玲终于忍不住开口 家人 这个是真有钱啊 浑身上下都能买我的命了 宋玲玲显然没听到 我和周样之间的对话 她凑过来 你们什么情况 高中同学 就是同学 宋玲玲狐疑 不太像啊 你觉得 以我们之间的差距 还能有什么可能 这话不知怎么戳到了 宋玲玲的痛处 她黯然伤神 也是 这种有钱有盐的男人 心眼像波罗孔一样多 你看我那不靠谱男朋友 稍微埋怨两句 她居然真的很心 让我在大雨中回家 埋怨说的还是太委婉了 方才在房间 宋玲玲因为我将她那富二代男友 骂得狗血淋头 我过意不去 这两天我请你吃饭吧 随你挑 铁公鸡拔毛了 我得好好想想吃什么 好了我到了 宋玲玲下车朝我挥手 下次见啊宝贝 她一走 车内忽然安静下来 行驶不久 车子在一处破旧小区门口停了下来 刚下车 一辆兵力冲破雨幕 稳稳停在了我面前 雨似乎更大了些 旧小区的物业很差 破路灯在雨中一闪一灭 我没想到周样会跟过来 她撑伞照在我头顶 雨水打在伞面上的声音 霹里啪啦 似乎每次对峙 我和周样都是在雨里 周样瞬眼看我 很轻地叹了口气 下雨天望带伞的 习惯你还没改吗 我视线落在她撑伞的右手上 中指微微弯着 上面戴着一枚漂亮精致的情侣戒指 衬得她那只手格外好看 我盯了两秒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有种尘埃落定的瓶颈 下次我会记得 我看她 所以你来做什么 我们的话还没有谈完 周样还在执着分手这件事 我觉得好笑 大老远冒雨跟来 就是为了听我听一句分手吗 周样静静地看我 是 好啊 我不想再继续牵扯下去 刚开口 周样忽然扯着我往小区内走 可我不想现在听 她边走边问 住哪洞 你到底想干嘛 送你回家 淋雨会感冒 我停下脚步 猛地抢过伞 将她砸在雨里 雨滴啪哒啪哒地落在身上 很快淋湿了外套 我在这刻终于承认 自己并没有表面那样云淡风轻 刚转学那段时间 每日夜里 我都陷在那股孤立无援的痛苦中挣扎 夜里睡在医院冰凉的地板上时 噩梦不止 我梦到霸离我而去 梦到周样无动于衷地 看着在大雨中的我 周样那讥讽的目光 总会在安静时浮现在回忆里 我大汗淋漓地醒来 透过走廊上微弱的光 确定病床上的人一切正常时 才敢松口气 后来 梦中的我不会再哭了 再后来 我也不会再梦到周样了 我以为一切都随着时间淡忘了 可在这刻 我发觉这些情绪只是被藏起来了 别再戏弄我了 行吗 我没 周样在触及我的目光时 忽然沉默了下来 他垂着眼将雨伞捡起来 抖了抖雨水后放到我的手心 随后后退一步 雨大 回家吧 我转身往回走 身后那道视线落在我身上 始终没有移开 直到关门后 我才松了口气 爬到一半楼梯时 我忽然摸到口袋里 被放什么东西 借着楼道暗若的光 我摊开手掌 看到手心躺了一枚迎刃的戒指 戒指款式和周样手上那枚一模一样 怎么凌晨这个样子 我坐在沙发上 看我爸忙的在客厅到处转 接完热水后 又拿毛巾 忍住鼻子的酸涩 我仰头朝我爸笑 拿了奖金太高兴了 在雨里摔了一跤 怎么正不小心 摔痛没有 还有我说过很多次 天冷要多穿一件啊 等我煮个姜茶 别睡啊 我倒在沙发上 迷迷糊糊感觉爸似乎比之前更啰嗦了 我还是发烧了 一连烧了两天一夜 我爸急的团团转 我说等我睡一觉就好 清醒过来时 看到宋玲玲已经站在我家厨房烧菜了 而他旁边 还站着一个模样娇好的帅哥在包蒜 我们一起演戏看 看清是宋玲玲那富二代的小男友 和好了 宋玲玲转头没接我的话 冷笑一声 说好请我吃饭 现在反倒还要做好我端到你床上 我眼巴巴的看他 你做能吃吗 不吃就滚哦 宋玲玲这家伙实在没什么做饭的天赋 他那食指不沾羊春水的小男友 更是 我尝了一口 拾去的没开口 小男友名叫裴渊 比宋玲玲小一岁 这是我和她的第二次见面 她带了不少东西 我一眼翻过去 却都是我爱吃的 满满当当摆了一桌 甚至很多 都是宋玲玲不知道的 我看着那标志性的三大罐黄桃罐头 没有说话 宋玲玲吃完着急上班 不打算多留 我站在门前 喊住了裴渊 对了 既然你们认识 正好这个 替我转交给她吧 什么东西 我靠 好漂亮好耀眼好昂贵 宋玲玲浮夸得无嘴 裴渊看着手上的戒指 愣了一秒 反应过来后 她没否认 却也没接 我就是个跑腿的 这个还是你当面还给她吧 我装都没听到递给了她 裴渊最终还是接受了 他们转身往下走时 宋玲玲一边抱怨 这楼梯破一边问她 什么情况 转交给谁 不过这戒指真漂亮啊 话语声渐小 我靠在门上闭眼缓了几秒 又关门闷头睡了 梦中的天总是灰蒙蒙的 我穿着周样的校服 趴在她背上 浑身无力 周样的嗓音嘀嘀的 有些无奈 非要吃黄桃罐头吗 要 每次发烧 我爸都会买黄桃罐头给我吃 周样是看不上这些东西的 但他最终还是揉了揉我的头 那在这等我 哦 我奄奄地坐在地上 等啊等 终于等到踩着落日鱼灰回来的周样 他拎着陈甸甸的十罐罐头 放在我眼前 问我是这种吗 不止罐头 还有不少评说 我连看都不敢看一眼的昂贵零食甜品 我经了两秒 怎么这么多 周样面色如常地看我 太便宜了 我每样拿了点 要现在吃吗 周样 嗯 你可真笨 嗯 张嘴 凉爽的罐头丢进嘴里 我说一罐 以后买一罐就行 一罐够你吃吗 周样看着快要见底的罐头 毫不留情地笑我 还是三罐吧 醒来时已经天黑了 这几天总是绵绵不断地下着雨 梦里的回忆让我有些烦躁 我已经很久没有梦到和周样的过去了 客厅没开灯 静悄悄的 我爸还没回来 不知道怎么 心脏突然一下一下跳得很快 我仰头灌了小半杯热水 感受着温热顺着喉咙往下滑 那股烦闷却愈加明显了 我拎着外套 想出门透透气 顺便去夜市找我爸 刚出小区门口 就看到那辆兵力停在不远处 这种破小区 很少会有这种豪车出没 不少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车主靠在车旁 眉眼进了夜晚的湿气 转头看过来时 五官和回忆里的周样渐渐重合 那枚戒指就是留给你的 他开口 嗓音有些闷 不知道在这夜里站了多久 家里的确商量着和白家的联姻 可我没同意 手练那是过后 我想要快点解决 可那一周家里忽然出事了 我忙得焦头烂额 再回到学校时 发现你已经转学了 桑婉 我从没想过耍你 我没看他 仰头看着悬在半空的那轮圆月 看了两秒 才轻声道 可你那时也没信我 你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的怀疑嘲讽我 周样的身形在夜风中恍惚了一下 他面色苍白 没有辩驳 其实白痴说的没错 我们从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一直执着想听我说分手 冷不冷 似乎预料到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周样生硬地打断我的话 眼里带着几分难过的祈求 我没理会他 慢慢地说完下半句 可周样 我们早就分手了 如果你忘记了 我不介意再重新说一遍 周样晒时间脸色晒白 桑婉 他还想再说什么 被震动的手机铃声打断了 我爸的电话忽然打来了 可电话那边 却不是他的声音 那声音又慌又急 晚丫头 你爸的炒饭摊子被人砸了 快过来 像是悬在心口的利剑 终于砸了下来 醉酒闹事的人 砸了我爸的摊子 混乱中 我爸被推倒在地 重回医院时 那股扑鼻而来的消毒水味道 恍惚间让我觉得 回到了七年前 麻木又胶着的感受 让我想吐 我用力攥着手 用指甲嵌尖肉的痛感 勉强压下涌上来的反胃感 下一秒 手指被周样强行地掰开 晚晚 别这样 不会出事的 叔叔这些年的状态很好 你刚刚不是也听到吗 他嗓音很轻 像是生怕在刺激到我 我将头埋进膝盖 没有说话 万幸的是没出意外 也没牵扯出旧病 只是脚扭伤了 办理完住院手续 处理好一切时 已经是深夜了 我站在医院门口 吹了几分钟冷风 才抬不往回走 周样看出了我的意图 要回家吗 我带你过去 这小区实在很破 连楼道的灯都是一闪一面 心不在焉的 我好几次都险些踩空 被周样眼急手快地伸手扶住 他神色隐匿在黑暗中 我听到他嗓音有些哑 你一直住这里吗 我没有回答 一直收拾完我爸的东西 我们才转头往回走 周样直到天气土白才离开 离开前 我们坐在路边的早餐摊 周样垂眼看我 我忙完就赶过来 有事打我电话 不用来了 我喝完最后一口汤 话都说明白了 就这样散了吧 周样被你挣了一下 他没说话 等他走后 我打通了宋玲玲的电话 这次可能要麻烦你的小男友了 能不能帮我打听下 白芝今天在哪 我打车去了一处五星豪华酒店 推门而入食 座位上已经来了不少人 基本都是高中同学 我的出现 让这场高中聚会凝固了两秒 又很快沸腾起来 桑满 班长 他怎么来了 我记得没邀请他呀 我的目光在人群中扫尸了一圈 落在了白芝身上 桑满 白芝转头看到我有些震惊 随后他又笑起来 无辜问我 怎么有空来聚会 你不应该在医院陪叔叔 啊 没说完的话 猛地被尖叫声代替 我攥住他的头发 垂眼问他 你做的 白芝疼的脸色惨白 生理性的泪水直往外冒 我仔细盯着他 这张精致漂亮的脸 重复 我爸这是 是不是你做的 包厢内安静一片 大家面面相去 只剩白芝的乌叶声 我踹开洗手间的门 将白芝摁在洗手池上 急流下的冷水 让白芝的尖叫 更尖锐了些 我冷眼看着他 当年我接受了周样的告白 你自导 自演用手链的是排挤我 如今 你又拿我爸来警戒我 白芝啊 我念着他的名字 感觉胸膛的恨意 不断往上涌 我拽着他的头发 逼他看我 轻声道 我什么都没有 只有我爸 我不想和你争什么 我只想好好活着 可我爸再出一次意外 我只能和你鱼死网破 白芝只不断地哭 他大概从没被人这样对待过 装都哭花了 狼狈又戒备地看我 可从始至终 他都没说过一次否认的话 在去找白芝的路上 我想了很多 当年 始终没找到那个偷手链的人 而七年后 向来安稳的夜市小摊 再遇到白芝没多久 就遇到了醉酒闹事 砸得只有我爸的炒饭摊 原本我只是存疑 可看到白芝那笑 我几乎是瞬间确定下来 包厢内所有目光 都落在白芝身上 疑惑 震惊 难以置信 谁都没想到 漂亮温和的白芝 背后会做出这种 污蔑孤立人的事情 所以 当年手链的事情 一直都是白芝的自导自演 班长一直是冤枉的 当年 好像还是他带头 去翻的班长书包 包厢内由最初的安静 逐渐变得窃窃私语 最终彻底爆发出来 回忆里那些细之末节 被翻出来 每一句听到白芝耳朵里 都刺耳到了极点 我感觉到无数目光 也落到我身上 却再也不是 当年闲雾的目光了 僵持许久 当年他看到 我就把钱包 往客桌里塞的男生 忽然压着嗓音 很滴滴朝我说了声对不起 时隔七年 我和白芝的身份 好像在这刻 忽然调化了过来 我不知道 自己最后怎么出的酒店 只是觉得外面日光很刺眼 我眯着眼网上看了半晌 才慢腾腾收回目光 回医院的路上 我带了我爸 爱吃的糖炒栗子 周样又来了 我停在病房门口 听到我爸对周样开口 他说 谢谢你大晚上的 忙上忙下的折腾 周样带了午饭过来 他垂着眼安静的摆好后 才开口说不折腾 都是晚晚在忙 我爸笑了一下 吃了几口 像是又想到什么 对周样说 谢谢你们当年借的那笔钱 有了这笔钱周转 我和小婉在 换了城市后 才没那么难熬 小婉之前总跟我提起你呢 不过后来 你们似乎不怎么联系了 我爸独自说着 说到最后 才察觉不对 他抬头 什么钱 周样离开时 神色恍惚 没看到拐角处的我 我面色如常进了病房 给我爸包糖炒栗子 好吃吗 甜 好吃 愣了几秒 我爸又开口 小周刚刚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我看他像是不知道 借我们这笔钱的事 我包栗子的手指顿了顿 静了几秒 我轻声道 不知道 或许时间太久了 他忘了 傍晚时又落了秋季的 最后一场雨 周样带了晚饭过来 我爸察觉到 周样神色还是很难看 没多说话 周样始终垂着眼 没有看我 一顿安静的晚饭吃完 周样出了走廊后 才对我开口 他说闹事的人已经处理了 还有他这两天 看了套出租的房子 觉得挺适合 让我抽空搬离那个旧小区吧 我静静看了他两秒 问他 别骗我 真的是出租房吗 周样没出声 我觉得有些闷 推开了走廊的窗户 冷风一股脑扑了过来 其实我的感冒还没怎么好 鼻子堵塞的有点难受 我闷头咳嗽了两声 说周样 其实七年时间挺久的 你现在不过是 重逢后的意识不甘心 不是 周样忽然打断我的话 他说话闷闷的 不是不甘心 我分得清是不是喜欢 转学后 我找了你很多年 重逢那天 你不知道推开门 看到你那刻 我有多开心 我生怕那是一场梦 我从没想过要分手 当年是 现在也是 白痴借钱的事 我不知道 我也不会这样 周样说到一半 盯着我的眼 像是猛然反应过来 你是不是早就猜到 那比钱不是我给的 这重要吗 我吸了一口冷风 慢慢道 你不是也猜到了 手链那件事的不对劲吗 可你下意识的觉得 白痴不会说谎 但是周样 我就会了吗 周样那张脸 泻色进退 他想说什么 可张了张口 最终什么没说出来 或许周样终于发觉 我和他之间 根本不是误会解释清楚 就能兵士前嫌 破镜重圆 周样再次开口时 嗓音很低 当年的事 我确实错了 可是这些年 我真的在改了 晚晚 他声音有些哽咽 不分手 行吗 大概是风太冷了 吹得我眼睛酸涩得很厉害 我觉得好疲惫 仰头看着周样 很轻很轻地问他 周样能不能放过我 你们这种富家少爷小姐的戏码 我真的奉陪不起 我只想安稳地活着 夕阳的余晖渐渐消失殆尽 走廊暗了下来 周样安静站在原地 眼尾通红地看我了很久 最后 他闭上了眼 轻轻吐出了一个 好 字 那天过后 周样似乎消失了 我爸也渐渐恢复了 能慢慢地自己走路 我在冬至那天 升职了 和我爸凑在一起吃火锅 一切都在往安稳平坦的方向发展 除夕夜 周样发来了短信 能不能见一面 最后一面 大雪分分钟 周样站在雪地里等我 新年快乐 周样声音轻地 仿佛能雪融在一起 许个愿吧 高中时的除夕夜 周样也曾跑过来让我许愿 他说除夕夜许愿最灵光了 我闭上眼 许愿我和爸能平安顺遂 睁开眼 看到周样一动不动看我 那沉寂的目光 被天边的烟花染上一层亮色 新年里 他递过来一个盒子 在我拒绝前开口补充 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收下吧 我想了一秒 摇了摇头 还是不了吧 周样眼底的光暗淡下来 我哈了口热气 实在没什么话说 太冷了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周样大概是想说什么 但看着我冻得发红的脸 又点了点头 快回家吧 我转身往回走 风雪中 似乎听到周样在身后 轻轻又说了一句新年快乐 我如七年前那场大雨般 再没有回头 时间不见 他好像销售了一圈 脚腕和手臂都缠着绷带 他似乎在和人打电话 声音带着些哽咽 所以周样 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嘛 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 白芝脸色苍白 一把将手机摔在了地上 人群嘈杂 等我交完单子再次去看时 白芝已经离开了 回到家 宋玲玲带着陪冤 借着庆和我爸痊愈的借口来蹭饭 我一眼就看到了 他手上那颗钻戒 就像那天他评价周样那颗般 耀眼夺目 我笑着看他 宋玲玲捂着我的眼片不让我看 说起来 我还不知道你们当时怎么和好的呢 不是说你的小男友 把你丢在大雨中吗 宋玲玲提起这个有点无语 他那傻子吃坏肚子跑厕所了 没追出来 喲 闹了一阵后 他问我说 你知不知道 白芝和周样两个人都出车祸了 一前一后 就在大年初一那天 现在还在住院呢 我想 我不只知道 还亲眼看到了 宋玲玲没等我说话 很快又换了个话题 我包一半橘子塞进嘴里 顺着窗户往外看 今天是个晴天 我爸的声音在厨房响起 开饭开饭 宋玲玲一听 跑得比兔子还快 边跑边朝裴员喊 快快 拦住他 他要和我抢鸡翅 裴员坐在沙发上 仿佛没听到 却在我笨厨房的路上 不经意伸出一条长腿 二对一欺负人 宋玲玲你今年红包没有了 什么 宋玲玲回头大豪 不要啊 全文完感谢观看